大家好,我是死佬 死佬,今天又來打機器了 我們繼續來玩偶然 這集說到我認識了個英俊 然後逃過了一劫 然後好像沒什麼 是不是臨場之前的馬是可以拿的? 得到玩具小馬 對了,得到了 有什麼用呢?玩具馬,可不可以看看 不知道有什麼用 他有零頭 那你又拿人來的? 你這麼沒禮貌 我記得是放他的重要位置之類的東西 好,我們走吧 我已經拿了你的小馬 小心點 我們就走了 又出來了 怎麼了?發現了什麼? 快點跟著來吧 走得這麼慢 還有其他同伴? 對,還有其他同伴嗎? 雖然一個餅嬌,一個阿神 還有一個不出聲的無口 給我更加無口的無口 好啊 怎樣? 灰色的鎖匙插上 屎眼上面是不是要拿走? 拿走會怎樣? 拿走得到灰色的鎖匙 然後呢 裡面傳來了恐怖的聲音 咦?原來可以拿走這條鎖匙嗎? 沒得好 我又對回去 你不救我 你撿近一面 嚇死我 嚇死我 超無奈 這些叫什麼? 這些叫做 叫做 不要受多 我一定會拿走 告訴你 但我不會把鎖匙放進去 好 你又說救我 你欺騙我 你應該捉緊我 你這個男人真是 不知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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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拿走你的鎖匙 拿走 但不要亂插了 有病了 你開不到也悶嗎? 該你死 OK 然後怎樣 我們玩得很晚 我們 可以跑嗎? 為什麼不能跑? 我記得應該有 咦? 阿閃呢? 阿閃不見了 那我們兩個先睡一會吧 雖然我不是很習慣跟男生睡 不過他也沒什麼所謂 你鬼叫你這麼英俊嗎 但你不要轉過來 你不要看著我 我會害羞 我看著你會轉過來 你真厲害 我一個轉身 你就可以轉回床尾 不得了 先關燈 關燈 我們再睡覺 不要看著我 我會害羞 我打算轉過來 他又會懂得轉過來 這個男生 很厲害 昨晚我拍了一點 然後就輕機了 所以大家看到下面的東西是正常的 然後為什麼會沒有了Safe 因為開完整個遊戲是壞了 不知道怎麼會有事 所以我要重新再解壓一次 幸好Safe可以移過去 咦? 阿閃你怎樣啊? 等等 他已經不行了 什麼事? 為什麼? 多拉阿夢捉了他嗎? 捉了他的靈魂 他為什麼會有事? 他站在這裡定了 他直接硬了 沒有用的 他已經什麼都看不到 為什麼? 他在搞什麼? 他的心 都被那個女人支配著 那個是誰 你媽 還是你的情婦 難道你就是他主人的兒子? 恢復的方法 我從來沒想過 這樣就一起找一下 竟然是這樣 你竟然叫我拋下阿閃 阿閃扭了他的腳 還是他站在這裡很慘 你知道嗎? 阿閃不要啊! 嘴巴微微地震鬥著 放在那裡抱著什麼 聽不清楚 阿閃你的腳扭了 你就回床睡吧 好嗎? 不要只顧著看著女兒 他會害羞 你多看兩張畫面紅 然後他抓了你 不管你了 算了 你由你繼續面紅 我和帥哥回房睡 睡吧我們 睡醒就天干 天干 我就帶你回家見我爸爸 然後娶你 啊不是你娶我 也不是 算了 被你發現了 好嗎? 好嗎? 我們現在身上 那個房間會有其他道具嗎? 應該就沒有了 對吧? 應該沒什麼特別的 之前這個位置好像記得是霧過的 但是沒有 男人不幫手霧開他 你霧 不要啊 沒有力 沒有鬼用 OK 走了 然後怎樣呢? 那兩姐妹不用理他 似乎焦洞住 散發住難民的氣味 OK 這裡 被裡面 反鎖住的? 你兩個姐妹 你兩個八盒在這裡 雙宿雙齊 亂倫啊 你們 走了 突然門開了 喂!開了門了 救命啊 開了門了 外面開了門了 OK 很明顯是行政 那我就不進去了 這裡有些東西 咦? 有一個黑色的鳥頭從畫框裡面凸出來 在裡面陷著一隻藍色的寶石 好像很危險 我經常看到這些東西 要不要把藍色的寶石拿出來 拿啊 拿到你的寶石了 你想怎樣 什麼事? 拿到藍色的寶石 好像他會動 啊!他刮我的頭 他刮我的頭 沒有啊! 賤格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這麼壞可以刮我的頭 會不會太可惡了 這隻鳥 我們又出去 咦?什麼事都沒有 不檢查的話 這裡不會開門了 看來 似乎被招動了 藍民的氣味 開錯了 好,進來這裡看看 怎樣怎樣 進去吧 想都不想就進去吧 嘩! 嘩! 門突然自己開大了 嘩! 做什麼? 不要進去 蛤! 什麼事? 我怎麼突然會進去的 然後門自己會關上 怎樣怎樣 怎樣 為什麼? 你怎麼跟我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不要進去 裡面是藏在你的玩具 藏在其他玩具 從裡面反鎖了 可惡 這隻藍色的烏鴨 我們可以給它 印刑木偶 對不對 不合用 灰色鎖 對不對 都不合用 換回同等的寶石 或者被蟲 他應該會放油 然後又到這個地方 吊燈 燈泡裡面充滿污漬 那就叫人抹吧 你們這些工人怎麼做事 或是在這裡笑話 這麼大房子 你不是告訴我沒有工人嗎 吊燈 突然閃了去光 這裡好像很危險 等等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欸 越來越不安 發出微弱 非常微弱的光幕 什麼事 我突然聽到有霞氣的聲音 有霞氣的聲音 在哪裡 有個龍的雕像 感覺跟周圍非常不調配 超乎是衣櫃 什麼超乎是儲櫃 打開 有個頭在 裡面有個火柴盒 拿走 得到火柴盒 然後你的東西不會動 龍的雕像 我們用火柴盒 一下子點著它 接著它就 火 燒了 不行 什麼事 怎麼打開了 將頭伸進去看看 好像很恐怖 但我想伸進去看看 伸進去看看 有什麼在這裡 裡面什麼都沒有 我們是偉高人膽大的 有什麼在這裡 有些血 又生了 裡面什麼都沒有 那為什麼會有血噴出來 我踩一些血 他那些血會叫 不得了 走了 好像有點不妥 好像很得人聊 剛剛我真的大膽 究竟我做了什麼 回到這房間 有其他聲音 喔 地毯 找人梳梳他 很不順滑 不停響響 你嚇氣的聲音 撞你這個鬼 有一群 小孩子 表情怪怪的 看來我還是回家 安全 安全利益 但其實不用了 看來他都是GG 不要搞這麼多東西 直行直過 沒什麼問題 他不會被你死局 有個房間 他被困住了 撞這個鬼 跟進去 走快半步 可以嗎 你被困住了 有什麼東西 木箱 一些雜物 掛著一條左臂的 左手的屯臂 手撿著一把長劍 長劍上面陷著一把紅寶石 拿走 麻煩 拿走紅寶石 他不會碰我的頭 怎樣 OK 他沒什麼反應 真的沒事了 掃把 非常之長 兩個掃盡 角柱的 暗深角落 好難讀 那個位置 人家是飛天的 角色各樣的酒 角色各樣的酒 角色各樣的醫療用品 現在都用不上 不是應該跟人包紮嗎 阿蟬不受我傷 OK 沒什麼特別 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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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蛛網紋在一起 這房間好像有點危險 雕像背著的右手 右手 又拿著眼米 拿不拿走 他會不會打我 他已經沒有了左手 不要搞這些東西 先保護一下 我還是回去 就換一換 那個藍寶石 看起來好像很危險 要嚇一聲 布林中的女人 好像很危險 依附著的雙齒 為什麼會有些木棒黏著的牆 你家的地基有些問題 有些木柴 想怎樣 很堅韌的木枝 纏繞著 這邊 小盆栽 可以收拾嗎 終於可以收拾了 可以大膽妄圍 做事 非常巨大的 枯毀了的樹 這邊 走不到的 這裡走到的 嘩 很多地方 這個地方 八盒花 看起來很像這樣 就知道 學球的八盒花 那些AV的名字 八盒花 雖然花反有點腐爛 但是 不是雖然 但是 這兩個是什麼人 放著頭套的人偶 不要拿了 放著牛的人偶 不要拿 沒什麼所謂 這裡是雞鴨 我拿了 放下 放下 這裡可以拿起人偶 放下 白色的 刺袋 牙桌 牙桌上面 放著白色的茶碗 和白色的杯 很白 什麼都看不到 放下 坐著一個老人的雕像 仰望著 右的斜方 左右 右的斜方 這些東西很複雜 我常常左右分不住 它就硬分到左右 上面 畫著梅花 白色的瓶 白色的瓶 裡面似乎有些蟲在動 白色的瓶很容易碎 哇 這個作者不得了 每一句都突然 後面會加些細緻 不像以前那樣 可以關燈嗎 先關掉兩盞燈 你們不需要太光 浪費電 你知道嗎 一個小時就要關燈 你長期開著 知道多浪費電嗎 沒什麼特別 暫時不知道這東西怎麼玩 就不要理會了 這個我真的想拿開他的寶 拿起 直接拿起了一個人偶 因為應該要看到某些童話主 才說可以解開 所以我現在也不知道 這裡暫時沒有東西 這裡 下去看看 好像很危險 一片漆黑 能夠聽到微弱的雨聲 我們一起看都很浪漫 但是其實 是不是 什麼都沒有 通常男女朋友就是看著東西 你看看 很浪漫 看什麼東西 又是這個 又是這個地方 這裡可以保留 箱裡放了大量的 碎城灰掌 渣仔的 鋁式玩具兵 只有一個緣號 但是缺了腳 得到 鋁式玩具兵 有些破舊的畫 已經無法分辨了 散發著苦臭的味道 不知道娛樂到什麼時候 人頭 鳥頭人身的王子雕像 缺了 缺了左手 右腳 扭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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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 身上的金漆都脫落了 放著奇怪的姿勢 擋在門口 他的眼睛似乎都被人挖了出來 很殘忍 但是我明明看到他這裡有個金幣 為什麼我拿不到 OK 應該是不會動的 那我們把金幣拿走 這樣判定了他應該是不會動 安全的 我們就把金幣拿走 嘻嘻嘻嘻 他的手明明在這裡 我可不可以幫他駁下去 我幫你駁下去吧 不用這麼慘 OK 拿著 完成 白鳥金幣走了 拿了很多東西 白鳥鴨幣 全部都沒有註解 最怕就是這樣的遊戲 自己翻譯註解 什麼事 有點不妥 有點退鬼的聲音 應該拿了白鳥金幣 拿了他的東西 他生氣 你為什麼自己自把自為躲在這裡 可惡 喂 幹什麼 不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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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有你喜歡的書 還在這裡看書 我已經救人了 你會太客氣了 王子 不是 阿賢 不看書 我不喜歡看書 你不明白 放著畫布之旅的白色陶瓷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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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壁爐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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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式木製的音樂盒,能夠透過玻璃窗看到裡面有一個正在跳舞的人偶 還會動這麼厲害? 箱裡面似乎煮滿了水 繡織斑斑,沒辦法打開 這樣就倒了水出來就行了 精緻的圓小桌 小圓桌,上面什麼都沒有 我要睡這張皇帝公子床 非常豪華的大床 我經常都不明白那兩支東西又來給你做什麼 給你硬 什麼事?沒有水 沒有水流出來 那他們怎麼洗澡? 噢,難怪我聞到這麼容易味道 原來他有臭壺 沒什麼特別 太久沒有洗澡而引發的臭壺 八百盒 掛著毛巾,帶得很舊 感覺用過,拿走了 得到一舊毛巾 很大的浴缸,這裡是不是有些東西? 場上有些奇怪的污漬 抹一抹它,我們去救毛巾 抹一抹 抹它,你不行嗎? 找火柴打一抹它嗎? 啊,我知道了 是不是?也不是 你們這麼複雜的 算了 燒到辣辣聲的火炎 我找到你臭毛巾 發現你原來沒有洗澡 賢,你很髒啊 OK,沒什麼特別 鋼琴 感覺很久沒有使用過 那你是不是要彈兩首呢? 每一隻恐怖遊戲都有鋼琴 然後主樂總會露兩首音 音樂 擺放著一點點的時鐘 竟然這裡也有四幅 有些... 灰劫難明的書 是不是灰? 鼻梁之間撞到這位置 什麼事? 你錯了,不用用非賤的聲音 我以為你中了痕症 地板上有著拖拉的痕跡 有些東西 感覺這個書家有點奇怪 這個書家的旁邊有些輕微被撞擊的痕跡 OK,我們要推一下這裡推過去 對嗎?推呀! 怎麼?推不到嗎? 沒理由的 畫是怎樣? 有些令人不舒服的畫 這裡呢 文學方便的藏書 你不要經常坐的時候好像飛劍一樣 月乾從窗海裡傾捨入禮 明明拿著雨 但都能看到星和雲 嘩 不得了啊這個 然後呢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好像沒有了 寫一寫 看看其他書先 有幾本圖法宵要讀 鳥王子 老頭做的事 不讀你這次 歷史方面的書 不敢興趣 角色個人的童話要不要讀 嘩!好多啊! 如果你每一本都讀完好像有點誇張 有一本童話師在裡面 叫小鳳跡 要不要讀 國學裡面有本長二朵的童話冊 今集我們先讀一本 下一集我們回來再繼續 我想先讀了鳥頭那本 鳥王子 老頭 沒有鳥頭這件事 對不起 王子的雕像 押得很高 我不會讀那字 他身上充滿著黃金的葉 藍色的眼是他的雙眼 藍色的水星做他的雙眼 劍擺著 穿著紅色的寶石 西人對他真是景仰不似 不己 清讚啊 他甚至被稱為了這個城市的風的向標 一天晚上一隻小燕子從市區上飛過來 在這些越來越冷的時節 整群的燕子從藍色飛過來那洞 晚上突圓地出現了一隻小燕子 非常稀奇 他飛得很累 下將王子雕像的腳之間 卷縮著四身區 準備在那晚晚 終於分 一滴大大的水滴 就滴在他的頭上 他抬頭一看 野空中一片雲袋都沒有 又有一滴水滴滴在他的頭上 他眨一眨眼 誰的混蛋在那裡淋水呢 不是的 野空中繁星清辭又不清明 第三滴水滴下來 然後他就說 我一定去物館那裡告爆你 他終於看到那裡淋水的源頭 王子雙眼 沒有理由 明明是藍寶石的眼 沒有理由 他們都是眼淚 為何像藍寶石 因為我在流眼淚 我流了很久 王子雙眼充滿眼淚 淚水 淚珠順著黃金的臉上滴下來 王子的臉在月光之下 美麗無比 小燕子也伸出了憐憫的心 很可憐 因為石像要被小燕子的憐憫 你為何哭啊 王子突然開口說 即是無緣無故 沒有人問他才會說話 即是跟英國的站在那裡不出聲 有甚麼分別 以前的我有著一個人類的生活著 住在皇宮裡 我覺得無憂無慮 就這樣活著 就這樣死去 但我死去站在城市的最高處 我看到城市中所有的醜惡、貧苦 儘管我已經沒有了人心 但我都想到非常難過 你看看 遠處那條街上又有一副窮人 他又在賣身 又在賣身賺了兩元 一片窗戶開著了 從窗戶裡面透露了一個女人坐在桌面 抹大隻腿 不是 他們瘦了的臉 充滿著倦耳 雙手粗躁發紅 一身粗躁發紅的手 到處都是針眼 看著傷著那些東西 他正在這裏 跟皇后製作下一次武會的衣裳 房間的角落裡 躺著一個生病的孩子 孩子一直在哭 而他的媽媽給他的 只是幾有河水 就甚麼都沒有做不到 小丸子呀小丸子 你願不願意把我的手 劍柄上面的紅寶石拿下來送給他 我的雙腳被固定 在基礎上面不能動 小丸子側著頭 天氣實在太冬了 可以的話 他不想飛來飛去 但皇子的這個充滿淚水的藍色 藍寶石眼框裡面 印在他的眼中 非常透徹 他感覺自己被打動 他想拿一顆藍寶石 不是 他飛到劍柱上面 這顆紅色的紅寶石 閃閃發光 他就拿走了 不是 有了這顆藍寶石之後 這個武槍 就可以脫離貧苦的折磨 他就能夠買到藥衣好蟹脂的餅 甚至能夠吃一頓好的 皇子有點開心地說著 他第一次做了這麼好的事 他這個藍寶石的眼睛 就好像夜空裡面的繁星一樣閃耀 其實我在想 他送了寶石之後 會被皇后發現 然後整家抄站 小燕子蹬著 扭一扭頭 他趴打在翼上 用嘴子釘著美麗的寶石 其實藍寶石更加好看 更加好看 對 他超賤 真的被說中了 他擔著藍寶石 向南方飛去一去不反 然後就凍死了 好殘忍 好殘忍的故事 什麼事 又有些說話 鋼琴 你想聽嗎 對 你彈一下 等一下 炎公子彈兩首 你彈的時候 你彈的時候 我就問你其他東西 這個是兒時的讀本 母親終於讀給我聽 雖然有時候聽不明白這故事 但因為跟母親在一起 所以都很開心 但你讀的很邪惡 我剛剛讀那個 下一個 下一個 地上有什麼痕跡 然後就停了音樂 咦 要找他幫忙搬東西 出力吧 男人 你藏起了一個避門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沒理由不知道 糟糕 為什麼你會知道 沒有了 他不理你 他不解釋任何事情 為什麼他在避門不知道 有一個小小的門 門上面有一個凹痕 所以符合凹痕的物件 有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紅寶石 不對 好 那我們試試把紅寶石 給一隻雀 大家 咦 好像很不妥 大家留個言 這些話故事 你們想聽完 還是我自己拿了一艘船 歡迎留言 看看你們的意見 你也是那句 糟糕說得很差 那就不要浪費大家 好 我把紅寶石給你 你這隻賤格的鳥 我真死你 OK 怎樣怎樣 要把藍寶石拿下來 不留了 我把紅寶石給你 讓你大發慈悲 讓你逃過 他在嘴裡有另一隻寶石 塞不到第二顆 拿完 然後迅速地塞下去 拿完 然後他生氣了 快點 果然 塞了紅寶石給你 死了你 送一顆東西給人 不要 喂 OK 拿到了 紅寶石 他在哭 沒有反應 OK 好 有沒有其他東西 好像沒什麼特別 真的反鎖 有什麼可以做 我們好像沒什麼可以做 看來我們也要繼續讀 另一本書 那好吧 今天集就 暫時來到這裡 各位 我真的聽到木偶的聲音 然後去探索一下 好恐怖 下一個地方 看一看 什麼事 聽到焗焗聲 這裡動了嗎 沒有啊 又 他會動啊 我知道 這顆寶石給他 鳥頭人生的王子雕像在胡亂移動 是因為缺少眼睛的現關係嗎 好 那我給你一顆眼睛 紅寶石 不是 為什麼不是 要給他兩顆寶石 他 那他零了頭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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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沒有反應 因為我連他唯一的金幣都拿了 所以他不斷地前妖 要壓死我的 應該不會的 看來有點假關 那好吧 今集我們就暫時來到這裡 各位喜歡影片 麻煩你給我like 或者comment 那我們下一集回來再繼續 各位拜拜